哼 区区是个小辈 也敢灭识本作 今日 本作就替十大势力管教管教你们 呵呵 无自量力 在我等面前 纵然是武神也要低头 不对 这不是普通的神兵 这是 人神兵 哼 一个垃圾散修 也敢与我们叫嚣 现在知道我等得厉害了吧 老东西 若想不死 现在跪下 为我们一人磕一个响头 我们可以饶你一命 杨武神 正来助你 别过来 好了 别完了 一起催动神兵 杀了他 怎么回事 为何我们无法动弹 太好了 富军回来了 什么 又一尊武神 这荒州之地的小小神朝 居然有两尊武神坐镇 两尊武神又如何 我们照样将其灭杀 大人 小心 这诗来自洪州十大势力 什么 洪州十大势力 哼 既然知道我们十大势力的名号 那就赶紧滚吧 从此以后 荒州将由我洪州十大势力掌管 小子给你两个选择 要不滚 要不臣服我们 哼 一群半神镜的蝼蚁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你们真的很勇啊 什么 你 你是人神镜强者 前辈息怒 我们不知前辈乃是人神镜强者 是啊 我们无意冲撞前辈 还望前辈饶我们一命 前辈 我们来自洪州十大势力 我们老祖皆是人神镜强者 希望前辈 看在我们老祖的面子上 放我们一马 看看 你们老祖算什么东西 也配让我给面子 不 你不能杀我们 我们弱死了 整个荒州都将被我们十大势力弹灭 老祖 是老祖 哼 何人要杀我荒州十大势力传人 活你歪了吗 老祖 就是此人 请老祖出手 快将此人斩杀 而且我们已查明 荒州灵气复苏的级别乃是传说中万古不见的日期 不好 是荒州十大老祖 哈哈 好 没想到荒州灵气复苏 居然达到了传说中的日期 喂 你们在瞎高兴什么呢 荒州乃是我羽化神朝的疆土 日期灵源与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大胆 我们十大老祖赛斯 你还敢逞凶 急到魂瘾罢了 我就杀了他们 你们能奈我何 混账小子 居然敢杀我们十大势力传人 小子 你为你们神朝招了弥天大货 哼 十个老狗 就算我不杀你们这些传人 你们注定也要来燃止荒州 所以不要在这里全废了 荒州的神朝 给吴等等着 待我们十大势力跨州之日 便是你们死期之时 大人 不妙啊 这荒州十大势力 可是荒州最强的势力 十大老祖皆是被炼人神之巅 若是他们携手跨州而来 以羽化神朝如今的实力 怕是根本抵挡不住啊 从荒州到此地 需要多久 两州虽然是毗邻之州 但红州将欲比荒州大了十几倍不止 若是武神境之上的强者 只需半月 若是武神境之下 则最少需要五载时间 哦 如今他们已知晓荒州出现日级灵园 未防有变 他们肯定会举踪迁入荒州 这样看来 我们还有些时间 老婆 我这里有一些神物 可以助你修行 发展神朝 你借着这些早做准备 太好了 有这些神物 不仅我的修为可以晋升武神之境 整个羽化神朝的实力也将完成一个质的飞跃 到时十大势力来袭 我们也能多一分抵抗之力 老婆 你安心发展神朝 一切由我 诸位 荒州灵气复苏 居然达到了传说中的日期 这绝对是一次万载难逢的机遇 若是我们能抓住 我们十大势力必将再上一层楼 不错 整个九州 只有我们红州最毗邻荒州 我们完全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趁其他州势力还不知情 我们必须要先行入驻荒州谋划 不然待其他州势力得知 我们怕是连一些汤水都喝不上 嗯 不过两州距离遥远 为了不浪费来回的时间 我建议 我们红州十大势力举踪前往荒州 到时横扫了荒州内方神朝之后 便可以直接入驻荒州 好 我们同意 太古魔窟第二层迁道成功 获得地神连 地神连 人神镜服用将有极高的几率晋升地神镜 地神连 看来是时候晋升地神之镜了